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沙利Wars 漸開線的磁條片 今天所介紹的是我們該怎麼運用數學式繪製出一個漸開線的磁條 而且我們可以運用參數的方式 我們只建立一次未來我們需要更改尺寸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我們想要的磁條 是非常方便的 這一次這個漸開線的磁條意外的它會非常的豪華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以及說我這邊也會示範一下 這裡的動畫我們該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齒條以及齒輪的它有相關的一個連結 那這裡呢 要怎麼去做它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 我們要來講解一下我們的學習須知 那就像畫面上看到的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會運用動畫的方式來做出這樣一個模擬 所以呢 會建議你學會了動畫的模擬篇 然後我們需要畫漸開線的磁條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應該是要先學會了正子輪漸開線的畫法 以及說數學是要怎麼建立呢 就是數學式的入門篇 那這幾個我們都已經學會之後呢 會再來建議你學會漸開線的磁條篇 為什麼呢 雖然說漸開線磁條它的畫法非常輕鬆 但是我們往往要運用磁條的時候 你一定是會先有齒輪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畫出齒輪呢 一般是沒有辦法進到齒條這一塊的 所以會建議你這樣做 那這裡如果你還沒有學會了呢 你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邊都有參考導演可以學習 那我們就先知道一下 我們必須要先學會什麼 然後再來進入這個教學呢 這樣會對你比較有幫助的喔 首先我們在學習畫法之前呢 會先建議你先進入數學式的建立 那這邊呢 會建議你呢 參考了這個正齒輪的畫法篇 然後我們把這個範門打開來 那這裡呢 先前都有教導過 我就沒有再另外做詳細的說明 那這裡呢 主要是用來輔助我們 等一下再做結合的時候呢 它的相關尺寸的一個對應 那這邊呢 我也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把這些數學式都放上去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做的這個齒條 它所需要的是比較少的 第一個呢 是我們的齒條的齒數 它是T1 然後 我們必須要有的是壓力角 魔術以及齒數 那這邊如果你已經做過齒輪的話 這邊就不用再做建立了 以及這裡是齒輪的接緣直徑 D 然後其他的呢 就是都是一樣的 那這裡呢 還會多兩個 那另外這兩個呢 第一個是齒罐 齒罐是CP CP等於0.25xm 以及齒高 HP等於2.25xm 那我們有了這幾個參數之後呢 再來我們就可以去做等一下的動作 以及數學式 我們等一下都會來做設定 我們先把整體變數輸入完 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先給一些參數 像是魔術 齒數 以及說我們的齒條的齒數要多少 那這邊壓力角一般都是20度 那都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 怎麼去繪製 那各位呢 就先做到這裡囉 首先呢 是生長的建立 那我們一開始呢 先把這個齒條它的本體畫出來 那這邊記得不要做合併結果的打勾 這個齒形呢 是用來輔助用的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實體 那這裡就是多本體的方式 如果你不了解的 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邊都有多本體的入門篇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我直接進入編輯特登 直接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繪製它呢 首先 我們先畫出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 是一個集合建構線 然後給它標註等於D 那D是什麼呢 D就是我們齒輪的結緣直徑 你等於D之後 它就會自己去運算把它輸入進來 再來我們畫出一個長方形的這裡 像畫面上這樣子 然後畫兩條的中心線 然後上面這條中心線呢 我們跟這個D做相切 然後再來這邊是參考用的 這裡我是隨便給它標註一個尺寸 那這邊呢 看各位要給它什麼尺寸都可以 那再來我們要給它的是長度 長度我們要怎麼去設定它呢 我們來看一下 長度的部分呢 這邊我們就要給它設定一個數學式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數學式是什麼呢 這裡 就等於P 加括號的P乘以T1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的意思呢 就是結句 那結句的話呢 就是我們 詞條它的結句 每一詞跟每一詞的結句 所以我們 前面會有半詞 後面會有半詞 然後中間呢 它的長度就是 每一詞 它的結句是P 然後乘以我們有幾尺嘛 所以就是 前面半詞 後面半詞相加都是等於一尺 P 然後跟中間的P乘以T 這就是它的總長 那這邊你如果不了解 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把這個 數學式給它輸入進去 輸入完之後它就會連結了數值 再來我們要連結了兩個數值 第一個 是最上面這裡 最上面這裡 這邊 然後跟底下這裡 有一個數值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多少 這邊是HP 那還記得 我們所輸入的HP是什麼嗎 我們來看一下 HP就是尺高 尺的高度 那我們設定完之後 再來 是這個2.5的地方 那就是這兩條中心線 它的一個距離 那它的距離是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1.25xm 那這邊就是給它代入這個數學式 進入1.25xm 輸入完之後它就會連結了數值 接下來是底下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隨便給它一個尺寸 這邊就是由各位去決定的 看你的尺條的尺厚 它的寬度要多少 厚度要多少 由各位去做一個設定 那這邊呢 我示範的是設定3 然後再來 最後一個呢 我把它 標注 這個 接緣直徑的中間 以及這個尺條 最底部的一個尺寸 那這邊它是一個蟲洞的尺寸 所以呢 我們在做一個 修正的時候呢 它這邊會跟著變動 那記得我們在做參數會圖的時候呢 草圖一定要是完全定義的 因為未來我們要更改參數 它才不會錯誤 那我們做完之後呢 那第一步我們就做深藏的一個填料 那這裡呢 我們基本上會做跟齒輪的寬度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是 給盡深度是 行程到這一面 或是行程到這一面 或是兩面的行程到這一面 都可以 那記得不要把合併結果打勾 那我們第一步呢 就先做到這裡囉 接下來我們要做齒型的除料與複製 那首先我們先做出其中一齒出來 那這裡要怎麼做呢 用簡單的深藏的除料就可以做了 那這邊我進入草圖給各位看一下 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畫出一個三角形 或者是你畫出一個T形 那畫完之後我們要標註 首先我們先給它尺寸 這邊給它角度尺寸 給它等於A A是什麼呢 A就是壓力角 再來 我們從這裡標註 就是P 那這邊P要除以2 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裡呢 我們所設定的P呢 等於P乘以M M就是魔術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半尺 所以它的一個結距 就是一半而已 所以這邊要給它P除以2 設定完之後 再來是4.5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4.5 4.5是HP HP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尺高 那設定完之後 接下來是最底下這裡 這個0.5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0.5是什麼 0.5這個地方是CP 那CP是什麼呢 我們剛有設定 CP就是尺罐 像這裡 都設定完之後 這邊記得給它做相切相切 做完之後 我們都給完它的尺寸之後呢 一樣我們要去查看一下 有沒有完全定義 如果有完全定義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做一個生長除料 除料的時候呢 我們選擇的是 尺條這個本體 做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做一個 直線複製排列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尺條 但是呢 我們在做之前呢 我們記得 這邊的數量呢 一樣我們要去設定數學式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設定呢 這邊就是 T1加1 那加1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前面半尺 後面有半尺 當然你不一定是做這個方式 你可以 做完之後再去做除掉也可以 也許你一開始是一尺 不是半尺 那這邊就留給各位去調整 那T1呢 就是我們剛剛所設定的尺條 你的尺數要多少 那這邊會跟你的長度會有關係的 基本上我們如果是這樣設定的話 它前跟後 這邊是對稱的 那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尺條的建立 然後呢 我們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 定存成正齒輪 以及定存成齒條 然後個別把這裡的零件呢 像是如果是齒條 我就把齒輪隱藏起來 像這個方式 先把它建立出來 那這邊呢 向各位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齒條的一個結合條件 那這裡有一個前置作業 那這邊一樣齁 就跟上一個單元說的 我把它另存成兩個檔案 然後個別把它放進來我們的組合鍵 那等一下我會來講解一下 我們要該怎麼去設定它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做一個前置作業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感測器 把它抓一個尺寸 我們等一下來做參考的 那這邊感測器的部分呢 在上幾個單元呢 有講到一個螺絲強度的一個 計算片裡面有運用到這個感測器 像這裡我們也可以去運用到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去看呢 我們在剛剛一開始在做生長填料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尺寸它是蟲洞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抓取這個尺寸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做呢 稍微的示範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在感測器這邊按上 加入感測器 然後感測器這裡呢 我們選擇尺寸 尺寸選完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我們所有的尺寸 那我們就點選這個重動鍵 然後按下打勾 基本上它這樣就會出現這個尺寸了 那這個27.5呢 就是我們的齒輪的中心 到齒條最底下的邊緣 是27.5 那等一下我們要運用這個地方呢 來做一個結合條件 那這邊呢 我就回到主流鍵給各位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要先做的是齒輪的一個結合 那這邊結合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眼睛打開 然後我們顯示戰純軸 戰純軸的時候 我們選擇的是齒輪 齒輪的部分的中心的戰純軸 然後跟我們跟上基準面 以及前基準面兩個先做重合 重合完之後呢 我們齒輪的這個面 或者是我們齒輪的前基準面 再跟組合鍵的前基準面做結合 那我們結合完之後呢 基本上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齒輪的限制 它就可以去做轉動 像這樣子可以去做轉動 我們把齒條一樣輸入進來 輸入完之後 記得這裡 這邊我們要在這個戰純軸的地方 跟齒條的邊緣 這邊我們剛用感測器量測是27.5 為什麼用感測器呢 因為我們如果一直在做變動的話呢 我們再用感測器會比較方便的 像這樣子 直接觀看我們不用再做量測 那這邊呢 輸入完之後就按下打勾 再來我們要做重合 這兩個面做重合 基本上應該是會同寬的 那再來 底部的地方呢 跟上基準面做平行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重點 這邊呢我們要做結合 那這裡我們需要畫出一個D 這個D呢就是結緣的直徑 這邊我們可以在齒輪的地方呢 再進入草圖 然後畫一個圓 這個圓給它等於D 給它等於D之後就是一個結緣直徑 那我們要用結緣直徑來做結合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進入結合條件裡面的 這裡有一個機械結合裡面 有一個齒條 以及小齒輪 那這邊有一個前提 我們在組裝之前呢 我們先拉動一下 把它拉動到一個看起來不會乾涉的地方 可能會稍微有一點誤差 但是正常的 我們就拉動 盡可能的不要讓它有誤差 盡量靠近這個地方 拉動完之後呢 我們再進入這個機械結合 機械結合之後 我們進來我們要怎麼去設定它呢 記得我們要畫這個結緣直徑 不然我們是沒有辦法去做的 首先呢 我們先選擇小齒輪 或是齒輪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 結緣直徑選取起來 選取完之後再來齒條 我們選擇最底下的邊線 那 基本上它就會直接去算出 這個結緣直徑是多少 那我們做完之後 直接按打勾 基本上我們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完成動畫了 那這裡呢 我們在套路 動畫的 入門篇的 基本的動畫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動畫把它做出來了 那這樣是非常方便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完成這個動畫 那這裡呢 可能有人會比較在意的是說 那我們是用數學式把它建立的 它是一個參數的 那我們更改尺寸的時候 它會跟著連動 這裡下一單元 我再來做示範 接下來是這個單元的重點 當我們把齒條都畫好之後 那這邊會建議你跟齒輪畫在一起 這樣我們在一併做觀看的時候 比較輕鬆的 那我們更改裡面的參數呢 那到底它會不會跟著變動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直接做示範 我們來看一下 畫面上這裡是30尺 那我把它直接改成 40尺 我們來看一下會變成什麼狀態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非常直接它已經做變動了 那這邊它的距離 可能會有一點做改變 那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靠這個尺寸來做微調 還記得我們剛前面有說到 這裡有一個尺寸 我們可以從這裡做微調 那基本上呢 我們會另准兩個檔案 所以在結合的時候是不受影響的 那這邊呢 你可能會想說 那齒條我可能會很長 那很長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齒形給它改一下 假設是25 那這裡呢 它的齒形我想 讓它再少一點 我用25 兩個都是25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的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 這裡呢 齒條 以及齒輪 都會透過我們更改參數 直接做一個我們想要的一個尺寸出來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未來呢 我們就把 可以把這個檔案 當成一個範本 所以我們以後有需要 我們要做正齒輪 好 漸開線正齒輪齒條的結合的時候 就可以運用這個檔案 更改參數 來變成我們想要的 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邊讓各位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漸開線的齒條邊 那這邊畫到這裡 可能有人會好奇說 那這裡不是漸開線的齒條嗎 為什麼我們在畫的時候是 兩個是 直的呢 它不是應該是漸開線的嗎 這邊讓各位了解一下 它的齒條呢 其實是從正齒輪演變過來的 那因為齒條呢 它就是這樣子 被拉直開來 所以它的漸開線 一直被延伸延伸到最後呢 它就變成一條直線了 所以我們在畫齒條的時候 反而變得更容易 因為它就是一條直線 不會像齒輪 它是有一個漸開線 是沒有那麼容易畫的 那這邊呢 我們是透過了 參數的方式來建立 而且呢 是跟正齒輪兩個做結合的 所以我們更改齒數的時候呢 或是魔術等等的一些參數的時候 正齒輪以及齒條呢 兩個會跟著變動 所以我們在做設計會非常方便 我們只要再另存出來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透過剛剛所學會的 這個機械結合的齒條以及齒輪的結合 結合完之後我們就可以變成動畫來模擬 讓我們的設計 或是我們要展示的時候 可以更真實 更便利的 或是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了解一下 我們想要達到的機構呢 有沒有辦法做呢 一般這樣的話 都是旋轉變直線運動會比較多 會用這種方式的 那這邊呢 就讓各位嘗試跟參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эти教學呢 都會在挑戰一些 都會做太多的 人